台湾女子射箭代表队征战巴黎奥运 现在16强打败美国队 不过8强赛却碰上劲敌 传统强权 南韩射箭女团 第一局射完前三件 台湾女团战时落后 尽管邱毅勤跟雷千银都射出10分件 但是因为李才起只射出6分 台湾是以1分之差输掉第一局 第二局表现比较稳定 以56比52拿下 双方大成平手 第三局南韩共拿54分 台湾则是53分 也让南韩4比2听牌 来到第四局 南韩三支10分件总分56分 台湾则是54分 最终2比6 台湾女团吞下败仗 无缘晋级奥运四强 南韩队最后则拿下金牌 完成奥运10连霸记录 而不会说站上了那个生死雷台 还在那边怕 我是觉得这一次站上去 其实看到他们的这个流畅度 是都满满意的 更大胆的去强化我们的 这个技术的流畅 然后在这段时间也一样 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点的 新鲜的建立 教练大战选手态度跟表现 即便面对强敌 流畅度也不受影响 至于奥运四朝元老 雷姆雷千银 赛前还不小心撞到眼角 但他对于这次的表现很满意 面对接下来 混合团体跟个人赛事 台湾射箭选手全力备战 盼望拿下好成绩 TVBS新闻 李建伟与新海黄凯兴 廖玉民 法国巴黎昌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